记者王俊杰新竹报道,国民党新竹是党部经举办123周年庆活动,主轴定为革新,团结重返执政,号召180位青年宣誓入党,由党主席吴敦义到场监视,希望新近青年能为国民党活水不断,心火相传,现场吸引百余民党员,民众欢呼声不断。 吴敦义至此时指出,台湾被日本殖民51年,国民党经八年遇血抗战,全体国军奋勇征先,牺牲流血将台湾光复,接受治理国家数十年来得到不错的成绩,在总统奖金国治理下展开十大革新,十大建设,成为亚洲四小龙。 吴敦义说,今年国民党123周年庆出缅怀先贤,先列缔造中华民国的艰辛,国民党也要革新,团结,2018选举就在眼前,只要能推出最适合,有能力,有机会当选的候选人,就能赢得胜利,冲返执政,再次缔造中华民国的政风清廉,和谐与经济繁荣。 国民党主委吕学章指出,今天国民党被踩在脚底下蹂躏,糟蹋,蓝营一定要检讨,为何国民党对民意走向掌握无法跟上潮流,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 国民党曾创下中华民国荣景,在历史上绝对记上一笔,虽然历经2014-2016选举大败,但蓝营一定要痛定思痛,再创夹击。 另外,为响应重建社会公益提振价值出,周末拥有9S共募集1200金在地。 台湾米及日常用品质赠给6个公益团体,并与企业借赞助推出党徽便当,发及满千元,送两个党庆限量台版纪念便当活动, 盼党员能踊跃响应扫额捐款,助国民党重返执政。 1.2.3